莎莎 一人 你好吗 我啊 挺好的 谢谢你啊 还能给我打这个电话 不好意思啊 你怎么了 一人 没事 刚刚不小心撞了我一下 你在哪儿 我在 华星公司楼下呢 上次不是因为我 公司丢了华星这个项目吗 所以我就想来看看黄总 能不能再给公司一个机会 你都走了 还管这些干什么 或是我闯的 我当然得弥补了 不管我在不在 我都得这么做 对了 听说 你现在是方总的助理了 不是不是 贺总他一直都在招新助理 我只是暂时的 没事 你别紧张啊 我就是想叮嘱你几句 方总 这个人挺麻烦的 不过你只要细心一点 他还是挺好相处的 你记得每天早上 要在八点五十分的时候 给他冲一杯焦糖美式 因为他一般会在早上九点 准时到公司 先喝一杯咖啡 如果太早了 咖啡就凉了 如果太晚了他会生气的 记着 一定一定不能加奶 这是上班之前要做的准备工作 你千万千万要记住 不要出错哦 上班以后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跟他对一下 当天的行程 他这个人最讨厌做事没有规律 上午十一点是要拜访尚总夫妇 十二点我们要去医院 还有下午要去施工 您看一下 除了医院其他的都可以灵活感气的 还有你要记得提醒他 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休息一次 当然他一般都是不会采纳的 所以你就要找一些事情去请示他 这样也好让他变相地休息一下 方总 您看您晚餐想吃点什么 跟昨天一样 公司附近开了一家火线想吃还不错 您想不想尝一尝 一天只能喝三杯咖啡 如果他还要的话 你就变相地给他换汁花草茶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说太多了 你现在才是他的助理 没有没有 不是 谢谢你 依然 谢什么呀 改天我整理好一份发给你吧 好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现在这下有事 改天再聊 拜拜 那好 你保重我啊 方总 你说优盘里的设计方案 是你删的 是 也不是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那天 一人他整理好了资料 我和楚琳就想帮他换个造型 好去参加招标会 这也太分了吧 你懂什么呀 这可是这一季最流行的色号 我好不容易偷朋友买到的 都没上架了 但是吧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怪吓人的 要不这样吧 用我的颜色吧 起码还能正常一点 来 我带你洗手间 先把你这个死亡颜色擦掉 再把你身上这身衣服也换一下 真的太丑 你 那叫死亡八笔粉 没见识 吐死了 莎莎 别跟他们生气 他们不识货 就是 是 什么啊 气死我了 当时真的不知道 公司的优版都长一个样 出了事之后 我越想越不对劲 后来我才发现 果然在桌子底下 找到了有设计方案的优版 我才知道 是我用自己新事情的优版 换掉了许怡仁呢 方总 这件事跟怡仁没有关系 都怪我 为什么现在才说 因为 因为我怕你像开除怡仁一样 也把我给开除了 对 那为什么现在又说了 一人说 犯了错就要有余弥补 我知道我自己没办法弥补了 但是我至少要学会认错呀 方总 对不起 对不起 方总 你好 一人 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上班啦 谢谢一人 看了洛小八的新闻啊 你有漏掉的时候吗 不过一人你回来真好 终于啊 又可以吃到你给我买的早餐了 谢谢 不客气 就知道每天都欺负一人 我欺负一人 一人每次给我买的早餐 我可都是给的钱的 你给了吗 我 我也就一两次没干而已嘛 那你就是没给啊 我还给呢呢 一人 就喜欢 富瑞白加牛角包 你最喜欢的 一人 我不是 不要再提了 就让它成为我们的小秘密吧 为什么 因为都过去了 你看啊 我现在也回来上班了 就不要再提了 谢谢你 依然 好了 你要是真的过意不去 就再把你的死亡八笔粉 借我用用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好啊 好啊 这呢 这呢 你要是喜欢 给你 以后要是有什么 最流行的色号 我都拿来跟你一起用 拿着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在方圆 最好的朋友 好 莎莎 你这啥意思啊 什么叫一人就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俩死吧 就是 你们也好 但是一人最好 贺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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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我让他回来的 不用再给我找助理了 你跟我来一下 哦 上午十点是设计部门每周的立会 我和六公沟通过了 这次虽然没能中标 但是华兴的设计方案很有代表性 所以希望你能在立会上 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设计理念 也算是给设计部门提升一下业务水平 下午两点 约了月亮万度假村的负责人喝下午茶 下午茶 下午茶 不是开会吗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 觉得约在公司开会 气氛有些严肃 所以我和对方的秘书沟通过了 改成下午茶 如果你不喜欢 还可以改回来的 不用了 就下午茶吧 挺好的 晚上 晚上我有事 所有约会都取消 我知道 今天是施语的生日 你们要一起庆生 我一早就把所有的约会 全部都取消了 这你都知道 方施语一早就发了朋友圈 看样子是很期待的 希望你的生日礼物不要让他失望 应该不会 那我先去准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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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